是不应该直接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档案 可是因为假设我们现在 我们是要先介绍那个 就是Excel 一个就是基本的认识 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开启这个档案的方式 当然就是快速点两下 所以请你们快速点两下超级市场2017 这个档案 那当然最后我是要请各位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另存新档 好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从网络上下载的这个档案 打开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档案 请稍微注意 他会提供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是在说什么事情 他在说 小心哦 你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继网路的档案 可能有病毒 他只是为了提醒我们 所以你不用担心 就是说假设这是来路很明白明确 我给你的嘛 所以这算来路明确 你就可以点这个启用编辑打开 那如果是你从不知名的地方得到 例如说某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写了一封信 夹在了这个Excel附件 那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啊 我建议你就要先三思 就是先不要那么容易 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是启用编辑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档案先让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内容之后 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点启用编辑 当我们看到档案还没有点启用编辑 其实这个档案还没有真正的 就是存放到我的硬碟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 就是可能中毒这件事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才 才算真正的放到我们的电脑硬碟里面呢 就是当我们点启用编辑之后 好 那当然你还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启用编辑 你做任何一个动作 例如说我现在选到一个范围 Delete 你会发现他不能点Delete 好 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编辑动作 因为我还没有启用编辑 好 点选启用编辑 好 这就是当我们今天取得别人的资料 取得别人的资料 那我们要先稍微知道一件事 你可能会取得像我现在是取得2017到2020年的这个订单 超市的订单资料 好 那假设你今天你跟例如说资讯士跟他取得这个资料 你拿过来这些资料之后 你是不是要准备做分析 可是先别急着做分析 你要先了解这个资料的内容 举例来说 你如果要分析的是 那个 就是库存 假设你现在你拿到订单 那明显的就是你没办法分析库存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是就要去 那个看了内容之后再去找 就是资讯士重新捞资料 所以你现在假设要做这个数据分析 我要分析这四年 好 这个超市这四年的订单 好 然后他的表现 比如说销售是怎么样 利润是怎么样 哪一个客户 好 是我们的大客户 好 类似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呢 你去要了资料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这资料之后 要先针对资料 来去做一些了解 首先 是 你们 好